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大家都知道 NBA球员在饮食方面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如果暴饮暴食不加以熟练的话 就会像吹气的皮球鼓起来 直接影响竞技状态 但是运动员也是人 赚着这么多钱 却不能进贡武藏庙的话 又有何意义呢 所以偶尔放纵一下未尝不可 四母哥的感恩节大餐黑白分明 库里的零食一般搭配电影 詹姆斯之前喊得最起劲 看过这些人 看了邓肯表示 球放过行不行 今天阿斌就带大家盘点 NBA球星钟爱的食物 看看能不能勾起你的口腹之欲 就在前不久 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 对于美国而言 这是极其重要的日子 NBA也停赛了一天 好让球员们与家人朋友团聚 共度美好时光 一说到这个节日 最先出现在脑海里的 是不是一只大大的火鸡 那可是感恩节的标配 来自希腊的字母哥 并没有入乡随俗 而是选择了另一款经典食物 奥利奥 啥 大过节的就吃这个 是不是太粗略了点 可自母哥却能安之入宿 大家有所不知 其实自母哥是奥利奥的狂热粉丝 进入联盟第一件事 就是买一堆奥利奥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想要的东西吗 现在送给你或许你会无动于衷 但自母哥小时候得不到的东西 如今依然是心中所好 他表示 因为小时候财力有限 奥利奥基本上吃不到 也是 对于他而言 奥利奥也属于进口食品 段位不低的 所以当自母哥赚到钱后 奥利奥就成了他开支的一部分 甚至能够连吃一个月 一直吃到他觉得腻了 阿兵只知道 自母哥根腱长 不知道他的味觉反射弧更长 更有意思的是 他居然并不知道奥利奥的正确吃法 而当有人告诉他 需要把奥利奥往牛奶里泡一泡的时候 他简直就是发现了新大路 然后又连续吃上了 这是两连MVP的节奏啊 如果阿兵告诉他 吃的时候还要扭一扭 舔一舔 他是不是又停不下来了 接下来要说的是林书豪 虽然他的外号叫林旋风 但他并不喜欢麦当劳的麦旋风 他喜欢的食物很有意思 猪血糕 刚开始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 阿兵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断句 是猪猪排的血糕 还是用猪血做的年糕 后来一查 后者更接近一些 下面您将收看到的节目是 舌尖上的台湾 猪血糕又称米血糕 通常是用新鲜的猪血 加入糯米 盐及其他材料 然后蒸熟成为凝固的块状 虽然看到很多米粒 虽然外形其貌不扬 但配上特制的酱料使用 那可是一级棒 就像奥利奥要配牛奶一样 而猪血糕 除了蒸熟后蘸酱油糕 辣椒酱 花生粉和香菜吃 还有别的吃法 比如油炸 许多盐酥鸡摊味 都将猪血糕直接丢入油锅炸 吃之前切块 然后撒上椒盐粉和辣椒 以及关东煮形式 这个在台湾随处可见的便利店 都能买到 或者吃麻辣火锅时 当火锅料煮 没吃过的可以尝试一下哈 如果还有什么别的吃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三分球之神库里 本赛季有着明显退步 直接倒退回了五年前 不幸你可以翻翻老黄历 看看当时他的状态怎么样 还开个小玩笑 凭借开赛以来爆炸的手感 使得NBA历史三分王的桂冠 近在库里眼前 能排名NBA第一 这绝对是重大成就 而库里也喜欢玩排名 而他排名的对象 是29个NBA场馆的爆米花 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吃这个食物了 库里透露了他心中最好的 和最差的选手 排名第一的是热火主场的爆米花 他们那的爆米花 总是透着刚出炉的新鲜和热气 有点咸 还抹了一点黄油 最难吃的则是 七六人主场的爆米花 不知道相信过程的他们 在制作爆米花 还需要改进的环节在哪 身为费城旧将 如今热火当家的巴特勒 会赞同库里的排名吗 众所周知 库里钟爱爆米花 2016年4月27日 库里和火箭比赛中受伤 为此 他一度在更衣室里痛哭流涕 但之后有记者发现 库里左手还拿着一大袋爆米花 似乎想在回去的路上 多吃点他最喜欢的零食 来让自己开心起来 最后他成功了 因为 记者听到了他有爆发出一阵大笑 有时候 快乐不需要什么道理 如果你觉得爆米花太干 那么接下来这个就能帮你解渴 因为它是一种液体 而且是杜兰特指定饮品 没错 它就是斯嘉丽的洗澡水 洗澡水 恶心 斯嘉丽 怎么感觉有点口渴了呢 其实有这样饮食习惯的人 又何止杜兰特一人呢 当众人得知 嫦娥的洗澡水用来做饼的时候 生意直接翻了好几倍 恨不得让嫦娥都洗涂鲁皮了呢 人人都笑阿渡 其实人人都是阿渡 杜兰特垂涎的女神 也有仰慕的人 那就是杜兰特在总决赛 两次打败过的詹姆斯 比赛可以输 但你休想喝到一滴洗澡水 当然 詹姆斯自己也不会喝 因为他喜欢的食物 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 一身脱口 一身黄 一串嘰嘰嘰嘰嘰嘰 老瞻就登场 实不相瞒 阿渡耳朵都已经听出茧子了 在篮球场上霸气十足的詹姆斯 在推特上却是个十足的逗逼 他每到星期二的时候 会吃一种叫做脱口的食物 同时 他会发一个视频来庆祝 在出了这个梗以后 希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 他不会在周二的时候打扰詹姆斯 因为那一天属于toco toco起源于莫斯哥 由玉米饼夹杂上一些蔬菜 肉类 酱料卷起来的食物 其实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冠饼 詹姆斯对toco这么喜欢 是吃了能一飞冲天吗 不不不 恰恰相反 这会让他如临深渊 美国媒体晒出了詹姆斯 有关Toco Tuesday的相关数据对比 从2018年詹姆斯发布 第一条吃货动态开始 据统计 Toco Tuesday当天 詹姆斯厂均得到25.8分 加8.5篮板 加8.8助攻 加1.1抢断 还有四次失误 正负值正2.9 乍一眼看觉得还行 但这却是詹姆斯一周当中 数据最差的一天 这一天的詹姆斯 只顾着吃心爱的Toco 最多只能因为吃得饱 多抢那么一点点篮板而已 普通的食材配上高调的詹姆斯 会发出嘰嘰嘰嘰的响声 那么非比寻常的胡萝卜蛋糕 邂逅低调的登坑 又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俗话说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但说起胡萝卜 应该会有不少人皱起眉头 想到胡萝卜那股味道 就觉得讨厌 更别说和香甜可口的蛋糕 组合在一起了 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让他们一路走来 变成了一家人 话说这是谁的搜主意 创造了这道黑暗料理 而石佛表示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其实 这背后还有温馨的故事 当马斯去客场比赛的时候 主帅伯伯维奇 都会去美食网站 Zaget推荐的餐厅吃饭 在用餐完毕 他还会向服务员 要一份胡萝卜蛋糕 然后打包带回酒店 放在邓肯的房间门外 老爷子的想法很简单 邓肯最喜欢吃这个 于是 这渐渐成了习惯 一个放一个吃 夜晚的一份胡萝卜蛋糕 是这对师徒表达默契的一种方式 说了小众的胡萝卜蛋糕 相信接下来的甜甜圈 是很多人的心头号 当然 千万不要乱用它来比喻 比如 你老婆尝起来就像甜甜圈 不然 就等着被堵大把好了 甜甜圈可以乱吃 但话不能乱说 而大嘴巴克力表示 两者全都要 非洲可谓NBA历史第一甜甜圈狂人 他对甜甜圈的热爱超过所有人 球员时期 他爱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 已不是秘密 等退役了就更加疯狂 在他53岁生日那年 ESPN的同事 送给了巴克力整整500个甜甜圈 非洲显然很开心 他告诉屏幕前的观众 说真的 我一口气能把这500个甜甜圈吃完 不然 你以为我为什么这么胖 不过这份礼物很有意义 我需要带回家慢慢享受 与我的家人们分享 如果爱对方 请给他甜甜圈 而不是胡拉圈 看了这些食物 你有心动吗 NBA球员的运动量非常大 能够消耗掉很多热量 但退役后训练量减少 就非常容易发福 所以 我们在追求口服之欲的时候 也要记得读运动哦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